疫情影響全球 美国直然NBA也在有球星确诊后 全面停赛 没了球赛 观众球迷哀嚎 就连球员也嫌不住 将赛场转到线上 苦衷作乐 赚点零花奖金 但现在恐怕球员们会更苦 因为停赛看不到尽头 联盟与工会达成协议 计划实施球员减薪 长期来讲影响很大 这个部分就是有关他们的行销 周边商品 电视转播权等等 这些部分是他们联盟 要去考虑怎么样来补破 初步规划 5月初还是会发放全额薪水 但5月15开始 将会减薪25% 如果最后赛季全部停赛 球员们将面临23到26%的减薪 常年高薪所得来讲 一定有些他们的财富的累积 所以一时的影响 我想不会太大 减薪影响 球员们似乎只能共体时间 希望疫情赶快受到控制 重返球场 自己有收入进账 球迷看到球赛 也不会大失所望 记者林正坚 邱显成台北采访报导